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 我們這個IPV6 讓網絡持續的中小期研討會 我叫阿Ping 香港互聯網協會 首先多謝大家今天來 參與這個活動 首先不如有請我們的 香港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 和啟動IPV6計劃主管 莫乃光先生 謝謝莫先生 謝謝各位 客氣的說話 不說太多 多謝大家今天來 還有我們香港互聯網協會 其實一直在全球 我們有很多九十幾個 不同的分會 香港是其中一個 其實過去很多年 十年八年一路都在推動 所謂IPV6的認知 你若果這次 之前沒有什麼印象 不要緊 希望這次透過我們這個 seminar 和一些 整個整體 我們現在做這個 IPV6 in action 這個計劃 希望大家會有些概念 因為其實我們的目的 就是想大家有個認知 因為 因為接下來的十年 或者甚至之後 一路下去 就是互聯網世界有一個大的轉變 就是地址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大家 就會以為 未必會有太大的 對大家的直接影響 不過大家聽下去 看看會不會有些影響 因為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以前我們的互聯網世界裡面 有多少的地址 將來會多了很多很多 就會帶來了很多新的機會 我們這個計劃 其實就 除了我們香港互聯網協會之外 就是得到政府的資訊科技總監辦自處 他們是大力的贊助支持 所以都要多謝他們 今次主辦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的目的就是 面對所謂我們香港一般的中小企 其實也得到好幾個不同的中小企 中小企的行業等等的商會 他們是支持的 都在這裡簡單地多謝他們一聲 一會兒我就把時間交給幾位專家 那幾位專家就可能可以再直接和大家講一下 這個IPv6 和可能和你們帶來的商機有甚麼 那當然還有一個機會 大家可以發問一些問題 那當然很重要 可以抽到這個IPad3 那IPad3其實都可以支援這個IPv6 因為你們要解釋一下怎樣 等各位幸運兒可以回去馬上去試一下 好 多謝 好 我們現在就有請第一個講者 介紹一下甚麼是IPv6的 請楊和生 我們香港互聯網協會的IPv6的training team head 好 麻煩 謝謝 好 各位大家好 五安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講座 我是楊和生 來自香港互聯網協會的IPv6的training team head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解一下IPv6 到底是背景的資料 現在的狀況大概去到哪裏 希望作為一個基礎 讓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IPv6跟你的生活 或者你其他方面有甚麼關係 希望今天給大家的資訊 至少你不是馬上有行動 至少你也知道IPv6是甚麼 甚至有一天有人問你 我因為要做某一件事 因為這個世界有IPv6這件事 你也知道我曾經聽過IPv6這四個字 原來因為當時有這四個字 所以令到我要做某些事件 總好過蒙茶茶 我們不知道IPv6來都很快 為甚麼 因為呢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有互聯網的出現 我們都很難控制到它的速度 OK 可能它突然間 明天後年再後年 就已經需要我們馬上去行動 處理都未定 或者可能過五年、六年 或者十年內會有事在我身上發生 都是因為IPv6而已 希望可以給予大家 我由淺入心 開始就是講一下 IPv6是跟這件事有關的 跟一個地址有關的 我們在互聯網上面 每個通訊 互聯網通訊都要一個數碼 一個識別碼去認 在互聯網世界那個就叫IP地址 為甚麼叫IP地址 因為是巧合、意外 當年選了IPv4 所以那位只要IP地址 沒有了它 就很難大家互相之間通訊 但是當年 IP 甚麼時候有的呢 有IP 其實可以追溯到1969年 即是太空人登陸月球那一年 當然兩者就沒有甚麼關係 只不過那麼巧合 是那一年而已 那時候就已經有個TCPIP 這件事出現 只不過是後來 互聯網就給了商用 即是變成民用 由大學開始使用 變成民用之後 我們就 簡選了TCPIP 作為我們互聯網通訊的協定 所以現在我們 每一部機都要插上IP地址 互相通訊 就是這個意思 但當年1969年整理的時候 從來都不是想全世界的 只不過是一個自己 實際上使用的一個系統 當年設計 想著很多 實用不完 所以設定了一個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 原來一放在地球上使用的時候 就原來很不夠 特別是今時今日 我們發展到 現在的通訊要求 更加去到極限 所以才有下一代的IP地址出現 IP地址 其實我們過去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IP地址 其實IP地址的分法 就由現在來講 今時的網絡 就有五個NIC 或者是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分法的 顏色部分 就代表著 不同的NIC 負責管轄的地區 是什麼 那麼比較近一點我們 如果比較近一點我們 就是第二個 你認識的那個 APNIC APNIC 它負責Cuffrage的範圍 就大概在這裏 OK 如果大家 不是很熟悉地理 都應該知道大概 我們的位置在哪裏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如果在香港來講 正常來講 除非有些個別公司 或是地區公司的例外之外 否則他們的IP地址 通常 要不就是找ISP拿 如果不是找ISP拿 想自己擁有的話 就是透過APNIC 它才擁有的 OK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IP地址的來源 就是這樣 好了 其實分化地址 也有一個叫ICAN 負責統籌了這五個NIC 這裡也表示了 文字說明 到底它們分別負責的位置 在哪裏 剛才提過 APNIC 第三行 現在看到的 就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其實可以順帶一提 其實網絡上有很多數目的 IP地址是其中一個號碼 其實有些其他號碼 都是由ICAN去負責管轄的 就是差不多網絡的數字 一定是跟它有關的 好像我自己以前 有生產產品 我也需要跟ICAN 拿一些特別的號碼 去認證著我的產品 某些可以走在哪個坡道 我的SNMP的管轄局 那個管轄局 是什麼號碼 可以跟ICAN申請 好 那就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看 到底IP地址 IP address 跟我們人口的關係 是什麼呢 老實說 本身IPv4 當初設計的時候 其實都是美國的大學 開始拿來做 自己的大學聯網的通訊協定 所以當初 未去到很全球性使用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多時候 IP地址擁有在美國的最多 OK 而當時他們的分法 就比較輕鬆些 或者比較沒有結構性重的 所以當時的分法是很稀奇的 我記得有些朋友 當年九幾年左右做ISP 就跟人申請 我要拿一個Cars C address 來營運去ISP業務 當時那些人 物理給了Cars C之後 然後就問他 阿先生 一個夠不夠嗎 我可以多給幾個 你 當時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快 不見了 IP address 也有一個原因 結果我的朋友就說 你多給我幾個 那你多給我七個 所以他自己 現在已經用了八個 我想到近這十年八年 或者你近這兩三年 你想開一個新的Service 放在互聯網上 我要求有IP address 麻煩我想要8個 justification 16個 那你再給多justification 那你才有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很缺乏 那這個人口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當年美國擁有很多 所以按FH 差不多每一個人 擁有五個可以 跟我們近一點的 跟我們近一點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裡 最後一個 是不是 那麼香港來講 香港的情況 1.66個左右 每一個人平均 那這個有什麼指示 或者有什麼意思在背後呢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一個真的IP 去做某些很sophistic的應用的時候 變成了就是 你每一個人 只有1.66個IP address 那你自己又再計算一下 你解釋你家裡 你有的器材有多少 OK 其實可能你自己的 手提電話已經上網 是需要IP address 那你家裡自己的電腦 又上網 又需要IP address 你自己可能已經擁有兩個 是不是 所以每個人 在香港來講 平均1.66個IP address 其實對於我們的需求 也有個分別在這裡 中國呢 中國其實 當然計算 就有一點出古惑 OK 你聰明的也看到 有什麼古惑在這裡 不過Anyway 都是一個參考價值來的 計算人口 13億人口 每人0.25個 實情就不是的 因為在中國來說 你知道13億人口而已 我想有電的人 都未必有13億 是吧 OK Anyway 但是是一個指標性 所以中國其實 對行IPv6 是不慢的 OK 2008年奧林帕克奧運會 就已經是代表來的 他們是Deploy了IPv6的 其實 OK 好 我們講一下 當年 1969年的時候 選擇IP地址的上限 上限 我們通常 如果用電腦技術來講 就用32bit 32位元 表示 就是2的32次方 是當年的 OK 當年2的32次方 就產生了什麼問題 其實當年當然不是大膽的問題 因為2的32次方 計算出來的數 嗯 我都起碼勉強還懂得讀 這個字 我懂得讀這個數字 不過可能蠢一點 就是過十八千萬 十萬 八萬千萬 哦 42億 OK 當年12的32次方 總數是這麼多 後來 發覺不行了 應該十幾年前 197、198年開始 就是說 這個根本是極限 我們不可以再加 想一個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當年以前 叫做IPNG IP Next Generation 後來定名就是 IPv6 IPv6 其實選用就是 128bit 128bit 換句話說 讀這個數 就是 340 28 2366 920 1938 通常如果不趕時間 我們會趁時間 這句數字 不過我今天趕快點 所以不讀 OK 反而 IPv6這個數字 有沒有人懂得用中文 讀這個數字 有沒有人懂得用中文 等一下拿IPad的問題 這個 說笑而已 我說笑而已 或者有沒有人懂得用英文 讀這個數字 OK 那麼其實容量 就是大到這麼多 是不是 老實說 IPv6 可能你讀1億 都要讀幾個 讀6次 billion 那麼多 你才讀到這個數字 那麼 變成了 我們可以將來 如果 IPv6成行的話 會有更多 智能的東西 會走出來 那麼 在早幾年 應該是 一零零九段時間 一些預言家 其實也不是什麼 預言家 OK 就是說 OK IPv6地址耗盡 那麼有預言家 當年說 嗯 嗯 IPv4呢 在Asia Pacific 分派有很多 有很多個 Tier的 在第一個Tier 扔下去呢 在2011年的 4月19日 就沒有了 你猜這個預言家的數字 準還是不準 11年4月19日 現在就是幾個年了 1月了 是嗎 OK 今年現在還是 5月 OK 還是5月 當年有人預言 OK 4月19日派發 結果呢 預言家通常都知道是什麼 哈哈 預言家只是說過去才對 而已 說將來是不準的 哈哈 OK 現在其實正式 如果在亞太地區 就是4月15日 可能還差一點 差幾天而已 OK 沒有那麼高要求 就派了 就是所謂最後一個 slash8 slash8 即是8bit 通常我們的 減數會參考 就是派了幾個出去 最後 就是將32減8 OK 那就是2的32減8 2的24次方 那樣 那麼多個派了出去 沒有了 啟動最後一個 那所以呢 就 現在呢 變成是由於最後一個派出去 如果我是服務供應商的話 我預計我將來客戶會增加 上網的裝置增加的話 可能我再沒有很多機會 直接給一顆IPv4的客戶 取而代之就是 我要給一顆IPv6的客戶 那給完IPv6之後 我要想辦法做一些系統 令到它在IPv6 可以過渡到IPv4先的 那樣 所以現在來講 差不多拿到的ISP Service Provider 它跟APNIC的 justification 或當年跟APNIC的 justification 就是我想要做IPv6 和V4的Transition System 所以我需要IP address而已 好嗎 但無論如何 拿到Snash 8之後 在頂層派到ISP 那現在我們跟ISP 申請IPv4有沒有呢 它還沒有給你的 好嗎 那當然有位剛才講過了 Justcation 那除此之外 我們預計它會告訴你 比一下Eventory 有一天它都會派完 那這個暫時就是五年 估計是 就看看到時候準不準 五年後再找我 聊一聊 到底是不是真的沒有了 或是ISP拿一套IPv4 都拿不到回來 那這個就 往後再看看 OK 好 那麼 IPv6 128bit的地址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很有趣的 以前或者 不是以前 現在 今時今日 你跟Service Provider 拿一些IPv4地址 是艱難的 OK 或者要用少少的金錢去解決 那是拿一套 OK 但是去到IPv6的時候 現在決定怎麼派的呢 那服務供應商 商業用戶 如果你是商業用戶的話 它其實派一個 我們叫邪奸48 邪奸48 就是意思 將128減到48 80粒 OK 就是2的80 次方這麼多給你 你是商業用戶 一派派2的80次方給你 那你想想2的80次方 有多少粒 你是不是大過了 今時今日的 Internet IPv4 你一個人而已 已經大過了 OK 一個客戶了 那如果家居用戶 預計都是派一個 斜64 那就是128減64 即2的64次方 那又代表著什麼 你一個私人用戶 其實你擁有的IP地址 也都可以大過了 今時今日 Internet所有 所有的裝置 意味著 每一個人 都可以擁有這麼多IP地址 還有什麼可以發揮 那我就可以做多很多事情 所以 我們接下來看到 如果IPv6成行的時候 可能很多應用都會不同了 那這裏就是我剛才的文字說明 解說我剛才所說的 不過有一點 就再重提 就是說 virtually 就是最尾那句 上面那個廣告 不再重複了 最尾那句就是 如果一個用戶有的話 其實我問9SP拿到一個IPv6地址 那我就可以支援無限的裝置 即是我家裡可能 我除了電話 等等的產品之外 其實我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都可以放一個IP地址上去 做一些特別的功能 好 那家裡為什麼有什麼不同的需要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多IP地址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圖 OK 那 冷氣機 可以在一個IP地址 方便我管理它 電話 我需要上網 那這個 印刷 電腦 電視機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有電視機可以上網 是嗎 你的電視機都已經上網了 所以你數一數一下 其實原來家裡可以上網的工具 不只是你的電腦 不只是你的電話 你的電視機現在都可以上網的 雪櫃可以令到上網 微波爐可以 那也有些項目 現在有人在做的 就是把一個燈膽 都放一個IP地址上去 那方便就可以做一些 自能家居系統去管理燈膽 OK 那這個也是一個機會來的 當IP地址出現的時候 那所以每一樣東西 其實都可以需要一個IP地址 我有時候 最簡單跟別人說 就是說 你那個東西需要不需要電 有電的 把IP放進去 OK 好像很方便這樣 OK 那這個就是每一個燈膽使用IP 有時候的例子 可以有些舉例的應用程式 譬如用一些手機等等的 應用程式去操控 從而做到接能 或者減低電費的功能 這樣 其實都有人在想 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可以令到上網聯網 已經是 所以其實下一次或者 離境的世代 我們就是在說 什麼東西都要在互聯網出現 OK 就是在說這個概念 已經是 好 香港的情況 現在發展成怎樣呢 IPv6 和IPv4 最大的分別 就是 IPv6是一個新東西 所以有這樣的新東西 我也要有相關的配套才行 在幾個做一個基本的環境上 香港已經有些東西是準備好了 例如是 香港的Internet Exchange 香港的Internet Exchange 香港的Internet Exchange 在2004年開始 已經接受V6的聯絡 OK 即是說 如果有人V6 Peer的話 其實他都可以在他那裡 另外 我們要登記域名 登記域名公司 也可以支援我們的V6紀錄 即是說我們就把V6紀錄上去 都可以的了 已經是 除了.hk之外 .azer 也支援V6的了 今年 今年年初三月左右 香港天文台 那個time server 我們有時候的設備 想同步一個時鐘 電腦想同步一個時鐘的time server 我們都可以和他討論V6 已經是 這個就是香港天文台的宣傳稿 告訴大家 他們3月29日開始 已經支援IPV6 就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很多critical的基礎設施 其實已經準備好 那投入情況是怎樣呢 網站 網站現在其實也有很多 啟動了IPV6 譬如200個政府網站 也都有 另外 就有些政府部門 都可以接收到IPV6 來自IPV6的Internet Email 都可以 現在商業寬頻方面 在商業環境上網 也有不同類型的公司 有提供到IPV6的連接 OK 這裡就是這六間 暫時會有提供IPV6 給商業客戶的 那 有時候 我不用直接連線 我想先把網站 Enable 成為IPV6 先把網站 Enable 成為IPV6 都是做IPV6 的 設備 是其中一個 設備 可能我現在 譬如你公司說 我首先要在 V6的世界 先出現 那我就可以先把網站 放在V6的世界 那這就是我們 其中一個步驟 那可能下一個步驟 就是我要在V6的連線 那我背後要有V6的支持 也可以是一個步驟 這樣做的 那Web hosting公司 在晚晚也開始有提供 家居寬頻 暫時如果商業用戶 直接提供給你的 就是IPV4 沒有IPV6 直接提供給你 不過如果在面對 譬如我家裡自己都用IPV6 就有些其他transition的方法 令到我雖然在V4的環境 但是我一樣去到V6的世界 這樣 好 那有些網站 它都登記了一些 叫IPV6... 認可標記 如果你看到 在這個 有些網站 如果你看到一個類似的樣子 在它的網站出現的話 其實就是說這個網站 已經在IPV6的宇宙出現了 OK 也在那個宇宙可以直接去到 那當然啦 你要拿這個logo 首先你的網站 當然要IPV6去到才行 OK 這是最基本要求 OK 要不然呢 你是沒有辦法顯示到這個logo出來的 OK 那 現在我這個例子 就應該是 OK 政府部門其中一個 就是我的Snapshot 好 那 那 OS又怎樣呢 我們的機器 是否支援IPV6呢 我們的機器 支援IPV6 其實如果大家在用新機 例如Vista Windows 7 2008 那些 我們都算是幾全面支援一下 Mac OS OSX 其實也支援 Linux Unix 就更加不用說了 其實它很早已經有了 也都是 By default 已經Enable了IPV6在機器身上 那去到一些流動裝置 手提電話 iPad iPhone Android Pack Android Phone 某一個Version 以上 其實它們 都可以支援到IPV6 所以有時候 可能我們已經去到IPV6 很久 後來 比如Microsoft 也在XP 加回IPV6的支援 局部支援 我們叫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Windows XP 而言 就不是最全面的支援 原因就是 有些功能就做不到 OK 但是它都叫做 你的基本 connectivity Windows XP 已經有了 好 這裡給大家一個參考畫面 其實可能我們平時 沒有什麼按進去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IPV6是什麼 或者沒有什麼使用 如果你用Windows 7 Windows Vista 其實你去設定 選擇 TCP IPV6的設定 其實已經可以 讓你輸入一些 IPV6的地址 已經是 這就是一個 模式的畫面 外國又怎樣 外國 VeraZone 在2011年的3月 已經推出了 它們的4G LTE服務 都支援IPV6 它的分配方法 就是這樣的 IPV4 它仍然給你去 不過放一個 我們叫假的IP address 另外 它也會分配一個 IPV6的公共地址 出來 OK 這算是其中一個例子 外國大型的電訊服務供應商 一個展開大規模 展開IPV6的例子 那家居寬頻 現在的情況 是發展到怎樣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情況 如果現在你家裡 譬如我只有IPV4的話 電訊供應商沒有特意幫你 加一個IPV6給你的話 我們的情況就是 V4的網站我們可以去到 就是V4的世界沒有問題的 那去V6呢 就被人阻礙了 OK 那有些東西其實是V6出現的 只不過剛好V6的東西 在V4也有 所以我們暫時不太大 concern Search Engine Google 它有個V6版本的 OK Facebook也有個V6版本的 OK 那我自己Default 我Access Facebook 都是Access V6版本的那個 已經是 OK 那我可以確保 我現在長時間在V6出現 因為Facebook V6那個 它的網址是有少許不同的 OK 那這個就是 如果家居只有IPV4的時候 你去不到V6的 某些資源 那有一個option就是 日後 日後可能有一段時間 我們呢 IPV4也有 IPV6也有 那到時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那好像剛才 外國的供應商那樣 每人派一個公共的IPV6地址給你 那你就自然 你這部機 你就有一個公共的IPV6地址 你就可以去V6的世界 但是如果它也會有一個IPV4地址給你 那你就用IPV4地址 去回V4的世界 所以到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我兩個地方都可以去到 OK 那OS的Vender 近這幾年出的 全部都做了少許的事情 就是 它會嘗試一下 就是找 你去不去到IPV6的 如果有個網址 譬如我自己的個人網站 我自己的個人網站 同時有V4和V6的地址 但是如果你這部機有V6 你就先把V6連接進去 那這個V6先的 那這個就是OSVender 自己已經做了 那它希望透過這些設定 慢慢就幫大家 所以大家現在呢 從V4的世界 去到V6的世界 那邊 長遠方案 那 有一段時間 V4的東西是不會全都收拾的 大家都預計到 我本身也有V4的地址 我沒理由無端拋掉 那所以呢 就有一個方案 就是 如果用家居用戶 也有些叫做 NAT64 DNS64的功能 那些功能用來做甚麼 就是 ISV沒辦法給你IPV4 我只是只有IPV6給你的 但是我仍然给到一个小小机会 你去到IPv4的 这个就是它的做法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它是透过DNS问一下网站 到底有没有IPv6的地址 有的,用IPv6 connection带你去 没问题 但是如果用DNS问一下网站 只得IPv4,那怎么办 它就透过自己的另外一个机围 就将你的IPv6转回到IPv4 走过去IPv4的世界 这个就是长远方案来说 或者是一个transition period 可能五年后 你再上网的时候 没办法给到IPv4你 唯有给你IPv6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去到两个星球的方法 OK 所以我们慢慢看 就会这样看的 在IPv4和IPv6的过渡的关系 我们有共存时间 其实现在今时今日都共存的 我想过了2012年的6月6号之后 其实大的网站 它都决定将IPv6的网站 permanent设置 例如Facebook、Google这些都是 那时候其实有一堆东西 我们在IPv6会出现 也都有IPv4应存在 所以两个我们共存的 共存之后就慢慢 如果越来越多IPv6的应用的话 就说IPv6的岛就越来越大了 大了就变成一个海洋这么大了 相对来说 IPv4就慢慢缩小了 OK 那当然我不敢说 Face3什么时候才出现 OK 但是其实是慢慢退去 那个阶段 可以看到的 以后有一天 到底Face4在20几多年呢 或者是否真的是20字头呢 OK 那我们就看Face4 OK 那Face4大家看到 就是说 到时 那些人都觉得 我既有IPv6 IPv4的东西又没有什么可取的时候呢 慢慢IPv4就会消失 那现在大家在网站上面 大家都是采取这个共识 去将大家由IPv4 转到IPv6的 所以呢 不会明天早突然间你睡醒之后呢 电视新闻报 由今天开始没有了IPv4 得IPv6 不会发生这件事的 OK 你知道呢 有看新闻 保持着留意 这件事慢慢发生 不是突然发生的 那如果你可以 每天准备定的 或者你叫Ready Ready第一就是 你知道什么叫IPv6先 有一天你上网的时候 服务工业商告诉你 我只可以给IPv6你 你们知道应该是什么来的 因为你又坐在这里听我说话 没有听的你可能不知道 突然间服务工业商购IPv6 那是怎样的 那你也可以做些准备的 譬如说你操作系统 想支援到IPv6的话 升级它最新的版本 不过以Microsoft来说 比较简单一点 你不是XP XP之后差不多全部都可以了 已经是 那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如果你在转软 某些都会拿到IPv6 如果你稳定点 买一些转软 它有这个公仔的 叫IPv6的 那IPv6这个 就叫IPv6 ready的 logo 就专备黏在一些设备上面 那在设备上面 你看到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已经通过了 IPv6的兼容测试了 OK 那通常现在新的那些 你见这个公仔是金色的 它有一个银色版本的 银色是Phase 1 金色是Phase 2 通常Phase 2就代表着 它这个产品 IPv6上面 可以跟其他厂家的IPv6兼容 OK 所以 正常来说 现在新买的应该见到 都是金色的logo OK 另外第三样 到底你的ISP准备好了吗 可能你的ISP明天告诉你 我们有新服务 会提供IPv6 你看看会不会考虑选购一下 另外也留意一下 不同的网上论坛 或者我们香港互联网协会 如果有新消息 通常有时都会探讨一下 到底IPv6的家里可以怎样用 我们都会说的了 那这些市面上 一般有支援到IPv 即是今时今已有支援的 Router 已有唯一的卖 OK 那你也留意一下 刚才就是IPv6 ready的logo 好 去年6月8日 互联网协会 就发起了一个 叫做世界IPv6日 做什么呢 就是鼓励一些大裁 去做自己的 在IPv6的赌道上 在赌道上出现之后 然后就要大家一起试试 access赌道 看看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出现 当试用IPv6的时候 去年是24小时而已 去年是24小时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 目前都没有什么大事故 其实大家原来是用到的 我们的OS很久之前已经支援了 所以没有什么大事故 OK 去年希望的目的就是说 一个控制環境 如果有事的话 知道用什么方法 整理它 OK 也鼓励大家 希望参加 OK 去年算是相当成功的 OK 所以 今年就是这样 今年6月6号 即是一年后 OK 6月6号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 即是有一个叫做 World IPv6 Launch的设计 全球IPv6 啟动日 这个啟动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开24小时 是开着它 老实说 我去年开始 行Facebook 行了一年 其实我自己也行行IPv6 Facebook用了一年 那一年 其实是间中有几个小时 可能用不到 就是在一起 OK 所以其实它的网站 那本都已经准备了 OK 我平时主要我行的网站 那本都是V6的版本 已经是 那今年开始 它就永远的设计 大的供应 Google Facebook等等 那些 它都积极参与的 这种东西 红色间住重点 永久啟动 OK 就是它当是一个正常的Cactus 那我们分三类的 如果是IPv6啟动日 Website Operator 是一个Category 有些叫Network Operator 另外一个Category 第三个Category 就是Vender 特别是Home router的Vender 它们如何参与 这个World IPv6Launch 那你有兴趣可以看下面的 就是WorldIPv6Launch.org slashParticipants 那其实就是说 这三个Category 有些什么人在这里 就决定参与的 OK 那你在网搜索 你已经搜索到的了 你只要找IPv6Launch 那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香港互联网协会 都是积极推动 IPv6的工作的 那所以这些 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 譬如有些 免费讲座 或者有些 举办认证课程 都有 也有香港 也有一个叫IPv6 World Acer的Directory 那样 也成立了IPv6的工作小组 等等等等 都是 告诉大家 要先听IPv6的 介绍一下 大家要怎么准备 我预计 其实都会 因为有互联网的出现 IPv6可能来得很突然很快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定 至少听一下IPv6是什么 有需要的时候 留意一下 譬如说现在新购买的产品 新购买的服务 那间厂家对于IPv6 Readyless 是怎样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 正在做 还是说现在的产品 告诉你 我已经支援IPv6了 只要你有互联网就行了 这样 这个也可以在你 选择新产品的时候 购买新服务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新的服务的时候 你可以是 其中一个 规定 那这里最后呢 就剩下一些网站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 有一些网站 试一下你的IPv6的 Connectivity 或者刚才提过 WELL IPv6 Launch的启动日 这样 那这些呢 也是一些参考资料 给大家分享 那所以呢 就很希望大家知道 如果真的很有兴趣 在IPv6的话呢 你都可以 慢慢透过这个渠道 去参考一下 或者准备一下 这样 我等相机放下 之后我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有相机很可别 网站都是大家用相机 OK CMS的相机放下了 OK 我一支相机 你就拍我了 那多谢各位 好 谢谢 其实我想提一提 刚才阿生提了一件事 就是6月6号 全球会有一个叫做IPv6 World IPv6 launch 其实在那天 我们香港互联网协会 亦都在数码港 搞了一个半天的活动 去 就是我们也请了 刚才阿生所说的 APNIC的专家 来到香港 去说回亚洲区 大陆 还有 都说回香港区 那个IPv6 那个 实行的进度 或者是有多些资讯的 希望到时大家 6月6号下周 都在数码港 都可以参与的 对了 上证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isoc.deutschk 不好意思 好了 下一个位讲者 刚才也有讲过 关于一些装备 或者其他东西 都要配合一个IPv6的实行 我们很高兴 今天请到 C4系统香港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顾问 李永康先生 去跟他们讲解一下 中小型企业IPv6的规划和部署 有请李先生 大家好 我是Benjamin 我是C4公司 主要负责是看architecture 包括电信箱architecture 和IPv6 和Video 我觉得这三方面 我是负责看的 其实今天这个session 我们主要 不管大家在之前的session 都明白到其实 我们要采立和应用IPv6 已经不是需要很多教育 我这个session 希望大家明白 究竟IPv6 对于中小企来讲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我想刚才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们对于IPv6 都要有一个解决性的认识 其实IPv6 在很多的index 已经在用中 譬如在政府 电信界 或者是不同的教育界 已经开始 啟用了IPv6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 中小企开始研究 他们怎样可以 应用到应用IPv6 可以用到IPv6 在这个session 里面我会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Penning 和Deployment 一部分 尤其是 可能你一个 是很大的 你在哪一部分 应该先行IPv6 我在这里会讲解 第二个部分 我就会比较 海利技术层面多一点 就是讲解一下 究竟是 譬如你在一个网络里面 究竟你是出海位置 Internet Edge的位置 以及你公司的Land Office 的位置 是怎样可以 应用到IPv6 或者设计该怎么做 我在这个部分会讲 最后一部分 我就会讲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电信箱 是将我们接到一个 V6的世界里面 究竟我们应该有什么问题 就是问回电信箱 是确定我们明白 他们V6的服务 的offering是什么 我们最后一部分 就会是重视这件事 首先我想刚才 阿新哥都讲过 就是IPv4地址的问题 其实这条数很容易计 大家可能想一想 其实现在世界的人口 就大约是70亿 有很多 每一个人可能 都有很多设计 在同一时间上网 但是v4的地址 只有43亿 所以基本上 就是时间长短 你很快就会用完 V4一定是去V6 所以可能你会想 如果IPv4地址用完 对于中小企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这个问题 现在问我呢 我告诉你暂时是否有影响 你可以是 business as usual 那会影响 可能你们要想 就是真的V4地址用完 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部署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你们要看一看 究竟公司里面有哪些位置 是会应用到 就是会应用到 internet access 我想可以相见 我们看到有三个位置 是用到internet access 第一个部分就是 可能你们公司的网站 或公司的网站 甚至是你们公司 可能是经过网站 去做买卖 做e-commerce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是需要上网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 可能在公司里面 即是有些公司 可能在同事 在公司的office land里面 是直接上网的 这个也是第二个应用 第三个就是可能 机会少些 但是也有些公司这样做的 就是譬如 你公司有些伺服器 可能是一个internet server 但你们这个internet server 可能from time to time 都要经过互联网 拿回资料 然后再给用户 这三个应用 我们看到是 要有IPv4地址的需要 那你对于企业来说 即是如果你是V4 就已经没有了 一定要用V6的影响 我们看到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V6的planning 可能会影响了 你自己的business 的continuity 第二个影响了 你business的expansion 那你试试想想想想 如果将来 你没有了很准备做V6的话 那当真的有一天 真的V4不够的话 基本上你可能 你公司的level expansion 或者你公司的business expansion 也会做不到的 另外一方面去看 就是可能 你们公司对 IPv4是没有一个压力的 但可能你的客户有这个压力 例如你的客户是 一些新兴国家的 或者你的客户是 你的客户是 不同国家的政府的 可能由于他们 他们受V4问题影响大一点的 所以可能他们一早已经有V6 如果你们没有一个V6的部署 可能你和这类型的客户是做不到生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V6最重要的business case 就是business continuity 和expansion 我在这章章里列出了 有六个主要的statement 其实这六个statement 你们可以在心目中想一想 就是哪个statement 提供在你们身上 即是提供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会好好 如何加速 研究你们的V6的 strategy 要设计一个IPV6 其实要考虑的地方很多 通常我们在厂家角度 就提议 有三个layer去考虑 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 那个leward infrastructure的layer 这个leward infrastructure 就是那个cognitive layer 即每间公司 可能你都会有一个网络 就是连接你不同的client和server 可能用的设备是不同的switch 或者wouter 这部分可能你要考虑 就是究竟你设备了V6的readiness 或者是你将来V6的adress scheme 或者是warning protocol 你们会怎么行 第二个layer on top of theleward structure 通常就会考虑 就是在leward services那边 就是如何enable 你以至于dxdp 是要行V6的话 你要怎么做 DNS和V6怎么做 或者一些公司有做web hosting 或者有做网站那边 可能你要怎么做 cognitive balance 或者是security 这些都是考虑的情形 通常第三层 我们也会考虑 那个leward devices 就是刚才 我之前的课程就是 就是最新的OS 桌上或是server 都完全支持V6 但可能你公司里面 还是有一些legacy的设备 例如大部分的pinder 可能你不是最新的V6 都未必支持V6 可能你的公司 有些legacy的application 只是V4 only 可能你在application里面 是黑曲了V4的地址 在里面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你基本上 你的leward 是要同时间支持V4 或者是你要标识 你的leward ready for V6 因为你会看到 新的技术 例如密研网 或者新的sensor技术 都会用IPV6 开始的 所以我看到 在商业的设计 最重要的是 确认你现在的组织 是V4 已经在走 但可以确认你将来 是V6 ready 所以你会看到 设计的技术 主要有几个 有一个就是 设计的方法 或者是用tunneling的方法 或者是用HS 翻译的方法 以技术层面 我们觉得 如果大家 这里是有IT的管理员 可能我们 通常 设计一个新的科技 都是需要时间 和资源的 即和设计的 设计IPV6 你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 要训练你的工程 或者是 要做很多计划 时尽力 一旦你们 重选做IPV6 我们通常见到 有10个步骤 是客户会考虑的 第1个就是 即刚才 你的商场案 你重选了 因为商场的维持 和内容 但商场很容易 但是可能你要想 是IT里面的支持 因为你 公布IPV6 的话 可能在IT staff的技術設定資料會用多很多 可能這兩邊都要一個平衡 第二個,我們都會推薦設定一個V6的項目 因為全公司可能有不同的同事 可能有幾個同事專注於IPV6 他們可能會上多一些課 和多一些不同的廠家、技術企業 或者不同的電訊商來開會 確保項目的項目可以設定你們公司 你們的V6的項目、時間線和距離 接著最重要是V6的計劃 因為IPV6在一個企業的網絡來說 其實不需要每個位置都同一時間提供 可能是用於面對方去做的 可能這個項目的項目設定 究竟是哪部分會開始行V6 以及用什麼技術去行 同樣可能你公司是有些隱藏器的項目 是不可以轉到V6的 可能你將那些項目和應用程式 抹單 可能一路長話來講 這些項目或應用程式會非收 在計劃的時候 可能就把這些V4的項目放在一旁 接著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做一個測試你的硬件或軟件 即是在你現在的網絡裏面 究竟哪些機器是V6準備好 哪些是要做更新 或者是軟件或軟件 無論是軟件或軟件 才可以確保是V6準備好 這個步驟也是很重要的 但通常我們看到 會分兩個步驟去做的 第一個步驟就是 接觸了網絡層和後面系統 是否要確保是V6準備好 接著第二個步驟就是 會看回客戶那邊 應用程式那邊 以及應用程式那邊 接著我們另一個步驟最重要 就是保存器那邊 就是剛才那一節也說過 很多公司 可能就這樣買一件V6的產品 就很難得失敗的 但通常他們就利用 即是IT的產品 通常是三年至五年 就到了一個生命運動 通常他們到機器的生命運動 結束之後 他們確保買的新的產品 全部都是IP Certified 或者IP Ready 那你可能即少成多 就差不多全個公司 所有的IT產品 全部都是IP V6 Certified 或者Ready 另外又是一些計劃的技術 例如就是 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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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然後這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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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我想剛才Session也有講過認證的方面 尤其是你將來買一些新的Equipment 你都希望它是IPv6 certified 其實認證方面我們看到有兩個大的機構 第一個當然就是IPv6 forum IPv6 ready的Logo 其實Test的範圍也很廣 現在是到Phase 2 Phase 2是Test 2 每個器材都會Test 2個450個Test 它Test的範圍包括由host host OS 或者是server router 和security device 其實這些全部不從層面的器材 IPv6 ready的計劃都會做 另外一個是可能企業都會參考下去的 就是美國政府的V6的驗證 因為美國政府自己一直推 V6都不為餘力 其實美國政府設定了兩個期限給自己 第一個期限就是今年9月30號 就是所有美國政府Agency 對外公開的網絡網絡 都全部用IPv6 包括了美國政府的DNS的部分 Email的部分 甚至是Web的部分 都是V6的 而美國政府第二個設定 自己的期限就是2014年 他們就確實 甚至甚至是intralet 或者是內部用的應用 都是要IPv6的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個 叫USD V6的出現 就是美國政府確保 由2001年以後買的產品 全部一定要是V6 certify才會應用 可能對你們的企業來說 都是可以用這個提示 可能你們的硬件 有需要補充 只要確保 這個產品 在這兩個網絡網絡裡面 是 certify的產品 另外可能你們會考慮 就是我剛才說過 我們要做一個V6的implementation 就是我們有講過三個層次 最低的層次 我們通常會開始 跟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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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Edge部分的層次 那部分就 depends 有些公司可能就是 網絡網絡網絡網誤 mixes 저희가經過 mv6 網絡網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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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 主要是分為這四個部分 當然我們不需要這四個部分同一時間使用V6 通常我們見到大部分的客戶 他們都會首先考慮使用V6在智能頁面 因為在這個地方使用V6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針對一些V6的客戶 把你的公司的產品或e-commerce 推廣到V6那邊 第二個步驟是做完智能頁面頁 通常我們見到客戶就會看回地圖或櫈面的環境 因為這個可能在辦公室的地圖 究竟是否需要允許V6呢 允許允許的話我們見到有兩個方向 有些公司可能由網絡中心的頁面 然後一直進入V6 到頁面 中心就是由頁面進入頁面 主要選擇這兩個方向 都根據你們的時間頁的需求和用途 通常選擇由Core做到Edge的考慮 通常就是因為在一個Campus 頁面 沒有什麼急需需要允許V6 但雙公司有自己有一個V6的計劃 所以就會由一個Core開始做 因為Core做的好處就是 例如你的Number of Devices通常是少的 或者是你需要允許的Soft Upgrade 或者Hardware Repayment是比較少的 你可以用Core做Edge 令你的ID同時由Core開始熟集了V6 然後慢慢延伸到Edge 然後另一個方向是倒轉 就是由Edge 就是可能你從桌上開始 Edge那邊做到NetworkCore 通常選擇這個方向的公司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某些用戶 是很急需有一個V6的吸引性的需要 例如某些用戶是屬於R&D的部份 他們可能要照入V6世界 跟其他的業界溝通 所以通常 我們有一些Urgent Case 我看到通常公司的示範方法 就是會在V4的項目裡面 overlay一個V6 通常用的技術就是一些Tunneling的技術 稍後我會有一個スライド 後面會講一下什麼是Tunneling的技術 因為如果你要進行一個V6 在你的存在的環境 其實主要有三個技術 可能全部industry都是講三個技術 第一個就是我們叫做Deal Step 第二個就是Tunneling 第三個就是Translation 其實可能不同的公司 可能根據他們的要求 或者Timeline就是不同的Approach 但當然每個Approach都有它的好處 或者是限制的 通常Deal Step 這個就是最推薦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走到Deal Step的意思 就是你V4和V6 同一時間在你的網絡裡面走 所以將來無論是V4 什麼時候是Tunneling的話 基本上你的整個網絡都是V4和V6 ready的 所以這是一個推薦的方法 但是你要研究就是 如果是用Deal Step的方法的話 它的範圍是很廣的 如果你要走Deal Step的話 去期待你所有的工程 從客戶的方法去到某類型的軟件 或者某類型的軟件都要走V4和V6 這樣才是一個Deal Step 其實你可以想起這個Deal Step的概念 和我們可能十幾年前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Multiproduction 其實這個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以前Multiproduction的概念就是 可能十幾年前的年代就是 可能用… 大家有沒有聽過 大家是用Lowell伺服器做 File Serving或者Print Server的 只不過是IP就是很少的軟件 我們間中下載或上網 那時候的情形都在大家的軟件上 都會走Lowell的IPX或者IP 其實現在Deal Step的概念是一樣 只不過是由V4和V6 在同一個軟件裡面走光 另一個技術就可以做到 V4和V6同一時間走就是Tunnel0的技術 Tunnel的意思就是將一個軟件 一種的軟件包在另一個軟件上面 通常在V6的項目 我會看到就是將V6的軟件 包在V4軟件裡面 所以有些Legacy的V4軟件 看到就不知道它是V6的軟件 它以為是V4的軟件 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標一些叫V6-V4的軟件 就可以在V4的環境走到V6的軟件 通常一個軟件就需要兩點 就是Tunnel End和Tunnel Endpoint 就是你需要頭和尾的兩點 最後一個技術就是Translation 這個我想剛才這個課程都說過 其實大家最多用的Translation就是在家 通常大家可能家裡都有一個Botband router Botband router會幫你由一個私用的地址 IPv4的私用地址 轉為一個公用的IPv4地址 只不過這個Translation的技術就是延續到V4和V6 兩個adjusted family不同 你都可以做到一個Header的 的Conversion 由V4轉為V6 通常這三個技術的擺位都是 Due Steps就是確認的 因為你做了Due Steps 已經代表你是V6 ready 你又不需要再有任何Transition的步 但是通常Tunnel和Translation 就會Position as V6 transition的技術 因為其實你做了這兩個Steps 可能你最後的Ultimate Goal 都想去Due Steps 接下來這部分 我們就會講解一下 在Intel Edge的部分 即我們怎樣應用之前 Due Steps Tunneling或者Translation的技術 是做一些Network Design 放在Intel Edge裡面 這個Diagram就是 講回一個傳統 真是Intel Edge的Setup 通常你見 如果你真的要做Due Steps的話 其實你要All the way 由那個ISP 去到一些Network的設備 例如一些不同的Switch或者Router 去到不同的File Wall 然後再加上你Intel的Server Farm All the way 所以所有器材都要走到Due Steps 當然你可能第一個問題 就是要問 如果真的要做到Due Steps 在Intel Edge的位置 其實第一個問題 就是要問回那個ISP 即是你們現在用的ISP 它是否真的支持V6 如果你的ISP是不支持V6 通常我們看到有兩個計劃 第一個簡單 就是問第二個ISP 它是否有V6 第二個計劃 就是如果你真的 V6緊急不高 但是你想某些IT同事 你又開始認識V6 我看到有些公司 就會用Tunnel Booker的方法去做 Tunnel Booker就可以讓你 在一個V4的環境 都可以連接到V6的世界 因為它所用的技術 都是一些Tunneling的技術 其中剛才有一間 出名在香港的 也是Hervicon Electric 我那邊 都會有其中一個 提供Tunnel Booker技術 在香港 這就是其中一個 Drum Steps的方法 就可以令到你 一個V6的智能 都可以進入V6的世界 另外一個 我們考慮 當你所有ISP 或是Level Infrastructure 或是Level Service 那邊全部都是V6 ready 你就可能 考慮你公司的網站 或者你公司的DNS 或者是Email Server DNS Server 其實大部分 最新的DNS Server 全部都是IPv6 certified ready 所以這是第一個步驟 就是在外面的人知道 你的V6的地址是甚麼 第二個步驟 就是Email那邊 Email 其實最新的伺服器 都支持V6 可能你們要考慮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公司都會用一些 我們叫做Anti-span的 Email Anti-span的服務 可能是一些叫做Banklisting 或者Reputation的服務 究竟我的服務 能否經過V6去做 可能要檢查那邊的伺服器 第三個層面就是 就是Web伺服器 Web伺服器 通常我們會 檢查Web伺服器 支援V6 通常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看看它的OS方面 是否支援V6 大部分的OS 通常 Microsoft Apple 或者Linux 全部都是 在伺服器層面 都是V6 ready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 就是 你的Web伺服器 可能未必是 V6 ready 尤其是 可能你的 寫好 那時候 你其實是黑曲了 某些 V4的 帳戶 放進 V6的 應用 這個 不好處就是 你可能需要 你需要 把你的Web伺服器 重新寫過 才可以令到 我們走到 Dual Step或者 IPv6 當然 你在這個 轉移的 程度 當你的 伺服器 還未準備好 V6 而你又想接 V6的Client 通常我們會這樣做 通常市面有三個 提供應用 V4的 伺服器 但是你想接V6的Client 通常第一個 就是會用 一些 我們叫做 做一個 Adress Translation 就可以把 V6的 Client Request 轉移到 V4 第二個 功用 去做 就是 伺服器 有很多 伺服器 需要 這個分數 所以它又叫做 SLB64 確保 你 接完一個 V4的伺服器 都可以接到 V6的Client 另外第二個 我們看到的 技術 就是 就是 NAT64 NAT64 其實跟 SLB64 很相似 唯一分別就是 SLB64 會做兩個步驟 做Translation 加上 伺服器 NAT64 只是做 那部份 通常你用 簡選 NAT64的企業 就會 針對想一想 究竟 公司在哪 可能 公司是 不需要 這個功能 或者公司 這些已經有些 V4的伺服器 所以 它們才會 用 NAT64 NAT64 這個器材可以 將V6的 request 轉換到V4 然後可以直接 進去V4的伺服器 那些器材 第三個方法 就是 可能你經常聽 就是一個 POPC伺服器的方法 就是在伺服器裏 裝置軟件 通常 普遍的 POPC伺服器 的應用 例如 Aparthe Reverse Proxy 或者是 Microsoft的POPC POPC 這兩個都是 Inistry 通常 POPC伺服器 做的事 主要是 由你一個 V6的 request 然後轉換到V4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 因為 這是一個伺服器 通常都可以 做Caching 的功能 可能 你有某些 特別的 Web content 是Static 這個POPC 可以 幫你 Cache 可以減低V4 伺服器的 充電 當然 通常 用POPC伺服器 和 NAT64 和SLP64的分別 主要是 因為通常 SLP64 和NAT64 都在 通常 有些 通常都會有些 Hard Aware Acceleration 所以 這個 效果 會期待 POPC伺服器 會沒有 之前那兩個 的效果 效果 剛才所說的 這三個技術 我們都叫做 Transition 的技術 意思就是 這三個技術 只不過是 你是由一個 過渡時期 由於 你的 伺服器 還未支援V6 當你的 伺服器 會 支援V6 的話 其實你都不需要用這個 Transition 這個技術 你直接可能 伺服器下 V4、V6 同一時間走 另外一個 就是 當我們做完 這個 網絡後 可能你會考慮 Campus那邊 Campus 意思就是 你的LAN 可能你某些 員工 大部分時間都用V4 上網 可能有些員工會 就是需要用V6 上網 通常我們的LAN 設計會是怎樣做呢 你見到 我們通常 都會用回 剛才 我三個主要的方法 就是剛才我們說 Dual Step Translation 和Tunneling的方法 第一個最普通的方法 都會是 Dual Step 這個LAN diagram 就顯示了一間公司的 一個很普通的 設計 就是有Client 接近一個 network 接近一個設計 上網 升潢 Dual Step的意思是 係在 Kirian的層面 無論在Kirian的層面 在使用 這個Network的層面 以及在伺服的層面 都全部 可能到伺服層面 就每些應用程式 可能進行V6 甚至不能進行V6 所以要盡 其中一個 通常你用這個 行程度 最主要考慮的因素就是 第一個就是做一個項目測試 看你是否真的所有客人 項目和伺服員都是V6 certified ready 而通常你會選選 其中一個見到很多客戶 在這個項目測試的規定 都是把所有硬體器 可以用硬體器來做V6的 forwarding 這是因為通常你在一個桌上的環境 就期待在高效率和低廉 通常你見到一些機器 可能會做到V6 forwarding 但它可能用軟件來做的 又會失敗了用戶的經驗 所以通常我們見到在這個桌上 第一個計劃是確保所有的產品 都可以做到硬體的 forwarding 還有很複雜的V6的軟件 這個計劃我們見到有兩個好處 就是行Duel Stack 第一個因為Duel Stack 其實就是最終的V6的建築 一旦你行Duel Stack 基本上你可以支援以前的V6 Legacy application 又可以支援以前的V4 application 和新的V6 application 所以Duel Stack 你就可以確保 你可以給其他人聽 你是一個V6 ready 你的網絡已經接到 可以支援新的互聯網裡面 第二個好處 Duel Stack的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行Tunneling 因為Tunneling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技術 就是在技術層面 因為你要管理一些不同的end point 就是Tunnel的end 或Tunnel的end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去做V6的Duel Stack 另外是個Performance 因為Duel Stack 其實它做的是做Packet forwarding 它是不需要做任何的Header 的conversion 或者做任何的Header 的Re-encapsulation 所以它的Performance 會比Tunneling和Translation快很多 當然Duel Stack 也有衡量的挑戰 主要的挑戰就是 Duel Stack 就是期望你所有網絡的器材 無論是客戶、伺服器 或者是網絡 都是要走到兩個鋪路局 這個來講 可能對這個IT的營業 那邊的負擔可能重了 因為你以前可能只行V4的鋪路局 你現在所有器材都要走 V4和V6的鋪路局 同一時間 第二個考慮就是 那個resource utilization 這個resource 不是說human resource 而是說機器本身的resource 你想想想 你現在的PC 和你的Lewer Device 其實你都是要兩個鋪路局 同一時間走完 的話 你根本上 你其實可能 記憶體的requirement 或者Header resource requirement 都是雙倍的 這個主要 我們看到有一些 Dual Stack的挑戰 而另一個 去enable Campus V6 我們通常 叫做 V6 Service Block 其實這個 主要考慮到 你的公司 可能存在的 內容是做不到V6 即是只支援V4 但是你想很快 enable 某一小類的用戶 可以enable 去行V6 通常就會用這個Service Block 的approach 因為這個approach 是在用Tunneling的技術 剛才說過Tunnel需要兩點 通常Tunnel的Head End 就會在Client裏面 另外這個Tunnel 就會Terminate 在一個Lewer King 器裏面 這個approach的好處 就是你在存在的 環境裏面 可以支援V6 即一個舊的V6環境裏面 和V6 主要的Tunneling就是 可能你要每個用戶 有一條Tunnel 可能管理技術 或者複雜情形 都會相對推高 因為你可能要考慮 每條Tunnel的 減少性能力 或效能力 或是效能力 但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enable你一個V6的網絡 即是做不到V6 一個V4的網絡 很快去到V6 最後我們需要一個 service provider 去聯繫我們的V6的世界 通常我們都會有很多問題 想問回他們 即是更加了解 認識他們的 service offering 我這個 slide 裏面 就展示了一堆問題 通常我們 即可能你們需要主要問的問題 我們覺得 第一個就會問個 service provider 究竟他是不是可以 在同一條專線裏面 全走V4和V6 還是要這條專線 走到V6和V4 走到真的 一條專線走到V4和V6 可能你就會問他 那個 service charge 會不會是一樣 即使用到一條 一條P號V4的專線 和一條V4和V6 同一時間走到的專線 會不會是一樣 另一方面就是 那個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究竟是 你這條專線走V4和V6 究竟那個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會不會是一樣 究竟會不會V4的 會不會走得比V6 或者反過來 這些都是一些 可能 service provider 要給到你們的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另外在 service 方面 你可能要檢查 那個 service provider 即他們會不會 除了做 Internet 的專線之外 會不會做 DNS V6的 service V6的 web hosting service 或者是 如果你們真的要VPN 的話 VPN是否可以支援V6 這些都可以見到 一些會考慮的因素 最後我想大家都 和我這個節目之前的 Session都聽到 V6是接下來的了 其實有很多industries 已經開始採用了V6 對於中小企來講 我們覺得主要的 business driver 就是business continuity 和expansion 和V6 在那個 內容 infrastructure 是不需要同一時間 每個位置都enable的 通常都是step by step by 分層去做的 通常我們見到 第一個 Phase 就會在Intel Edge 那部位置開始 才是enable V6 然後慢慢 就可能去回到你的 Landbag board 最後才是 去到你公司裡面 Internal Application 才都enable V6 所以我希望大家 希望經過這兩個 Session都明白到 其實是 V6是接下來的了 企業呢 要考慮究竟 這個V6的來臨 對於你們有什麼影響 可能你們要根據 你們的resource 你們的requirement 或者你們的plan 是去 描述你們的V6 的strategy 最後 我的slide裡面 可能有兩張slide 最後一個set裡面 有一張slide就是 在講一些public的資料 在Sysco的website裡面 可能令你們更加 了解認識到V6 還有一些書 我們都有出到的 這兩方面 可以令大家 是 for一個V6的planning 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我今天的Session 大致是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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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放在那邊 好 不好意思 經過剛才那兩個節目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IPv6 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的 其實當中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未來可能是雪櫃 有幾個雪櫃 或者是冷氣 全部都要用IP address 去實行一些很特別的應用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趨勢 或者你也有聽過的 叫做Internet of Things 叫做物聯網 什麼是物聯網呢 或者除了剛才說的雪櫃冷氣之外 還有什麼發展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 又請到香港貨物P馬協會 重工程師及首席顧問 孫國光先生 為我們解釋一下這件事 或者他的未來趨勢 以及對於大家 生活或者商業方面 有什麼影響 好 謝謝孫先生 大家好 今天有很多人 我想做個簡單的統計 我想問一下有多少人聽過物聯網這三個字 有可不可以舉手 沒有聽過的呢 大部分都沒有聽過 或者說什麼都可以 其實物聯網也是一個 比較我們稱為新的名詞 所以未聽過也不出奇 當然我來的目的就是解釋 物聯網是怎樣 你會覺得奇怪 為何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會說這件事 我會說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過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有的可不可以舉手 我想確認大家沒有睡覺 另外沒有聽過的 應該也有的 應該也不少的 好了 其實我們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中文這個名字 其實就用了很多年 由我們1989年 由香港成立 即是香港成立開始 已經用了 英文名字我們就改了一次 之前我們叫HKANA Hong Kong Article Numbering Association 後來在大約五六年之前 我們就轉名轉為GS1 轉這個名字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國際組織 主要是做甚麼呢 做標準其實 我們做甚麼標準 做其實工業連管理相關的標準 最簡單為人熟悉的就是條碼 即是大家超市看到的 正在用的條碼 就是我們的標準 已經用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以前來說 剛才我提到有很多 即是我們的標準 即是國際的標準組織 全球我們有 其實百多個我們的兄弟姐妹 都在全世界 其實當時我們每個兄弟姐妹 叫的名字都不一樣 香港叫HKANA 美國叫UCC 日本叫DCC 大陸叫ANCC 講完之後都不知道 大家是同一家人 所以後來我們經過一些 我們叫做 很多討論 因為改名其實是很大的事 後來我們就 agreed 了全球改名 就叫做GS1 所以香港就順理成章 叫做GS1 香港 美國就是GS1 US 大陸就是GS1 我們一直都這樣叫 起碼大家知道 大家是兄弟姐妹 好了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本身 做主要做工業年 管理的標準 其實在這個範疇裏面 都非常大 其實今天我說的 亦都是我們的範疇 一部分 為何會和我們有關 可以說 我們是一個獨立非貿易的團體 其實在我們的標準範圍裏面 剛才我提到 最開始的條碼 條碼就是一早 我們已經開始用 亦都最為人所熟悉的部分 所以依然是我們的四大 標準之一 藍色的部分 接著我們會一路移過來 旁邊 我們會見到電子商貿 我們有另外一些 電子商貿的標準 其實做了些甚麼 其實是GDI GDI 電子數據聯通 現在其實香港來說 各大超市 零售店 其實都用著我們的標準 用著我們的服務 我們主要的標準 都是基於聯合國 即是UN Antifact的標準 另外還有一些新的標準 其實都不是新的 都是十幾年前的 是XML-based 這些標準的主要目的是 做甚麼呢 做Electronic messaging 即是怎樣令到 在我們做生意的過程裏面 我們要溝通更加快些 通常是電子訂單 發票全部都是這個範圍裏面的 當然今天我不是說這個部分 另外第三個部分 我們叫全球數據同步 只要隔離這一塊 這個其實對大家來更陌生 因為其實在亞洲來說 其實比較少用 其實做了些甚麼呢 就是我們叫做產品數據 甚麼叫產品數據呢 就是其實在各大 即超市或者本身 你買很多產品 其實每天都有新的產品出現 新的產品出現的時候 其實很多新的資料 怎樣輸入去買家的系統裏面 其實很多時都經過一些簡 就是以前來講 就用的一些簡單方法 E-mail、Fax 甚至是面對面去傾斜些方法 都有的 但這些發覺就產生很多問題 包括了一些不同步的問題 根據調查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行EDI的方法 就是剛才說 電子商務做得愈好的話 問題是愈大的 因為原來發覺 有九成的事情是大家不對的 大家不對的問題出現 是甚麼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當然價錢 大家可能之前有些 合約方面的問題 還未談得好 或者有新的合約 還未應應 在時間上便能出入 第二件事 就是新的產品數據太多了 令到入不及了 變成會有時差 第三個部分就是 跟我們怎樣去量度 或者怎樣去 describe 產品有關 即是長闊高 怎樣 measure 其實都有不同的學問 大家用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個範圍裡 除了有一個方法 如何自動同步之外 即是說在供應商 進入了一個生產品之後 其實零售商自動會收到 這是自動同步的方法 最後一部分 就是綠色這個部分 其實這就是我們R5D的部分 我們做了很多有關R5D的標準 因為其實大家也會想到 大家有聽過R5D嗎? 有了 知道有甚麼是R5D嗎? 通常我第一個舉個例子 是香港人實識的 這個叫八達通卡 就是很有名的R5D應用 不過 在我們的R5D來說 我們就不是說公交卡的應用 我們主要是說物流供應鏈上的應用 我們就有一些標準的部分 也順理成真有支持 我們做的潮碼 也跟產品有關 所以我們就開始搞R5D的部分 其實物聯網的概念 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講一些歷史背景 如果在網絡上搜尋 你會找到它的定義 即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哪裡出現的 就是美國華撒利公 一個叫OctoID的中心 做出來的 譬如一位教授 1992年研發出來的 其實這個項目 其實當時是基於R5D 作為一個研究 重點來開發這個概念 其實也跟我們有關的 跟香港保安編碼協會 GX1香港 或是Global也有關 因為當時我也有參與這個項目 主要我們為什麼有參與呢 因為我們當時也在研究R5D 所以有很多方面 我們就合作一起做 在OctoID中心 完成了整個項目的時候 1992年開始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 去到完成2003年的時候 10月份正式發佈了 有關物聯網的 作為基礎的R5D標準 我們叫做EPC 剛才我提到的標準其實就是EPC EPC標準 我中文名叫電子產品概碼 同時在做完之後 因為它是一個大學 當時是大學的一個研究中心 所以就把這個標準移交給GX1 即是EPC Global EPC Global 就是我們GX1屬下的一個機構 就是我們的組織 由我們繼續接手在發展和去管理 同時間 AutoID中心也改名為AutoID實驗室 AutoID Labs 也由一間變成七間 遍佈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超過一百項的 物聯網和R5D相關的項目 在進行中 今天你上網也查到這些相關資料 不過給大家一個認識 為何我會和大家說物聯網 因為其實原本的項目是由我們開始的 但是當然了 當時我們的重點很集中在物流和零售 高營電管理方面 就不像今天所說的物聯網這麼大範圍 直至2005年的時候 ITU 國際電信聯盟 開始做一份報告 即是發佈了一份報告 他就將當時我們在AutoID Center 做出來的物聯網概念再擴大 加上電信一些相關的結構和用法 就擴大到接近今天我們所提到的情況 包括了家居上面的應用 教育上面的應用 醫院上面的應用 各式各樣的應用 都是裡面有提及到的 亦都是因此原因 令到很多不同的 我們叫做相關的組織 都非常有興趣 因為其實 待會也會提到物聯網 本身包含的東西非常大的 大到簡直是 我可以這麼說 你拿起任何一面東西 物件 我都可以揣出物聯網的故事出來 可以大得這麼厲害 當然 有很多方面的東西 已經今次實現了 有些還未 還有有些大規模 也有些小規模 待會我會提提 但是對於香港 或者本身在這邊的發展 就不能不提中國本身的發展 因為其實中國投放很多資源 是在物聯網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中國做這些事 通常都會以政府做牽頭 2009年的時候 8月份 溫總理就提出了一個 感知中國的概念 其實當時的感知中國的概念 其實是以物聯網做基礎的 我們叫做發展 亦都定位成為 他們叫做五大新興戰略產業之一 所以在很多本身的一些報告上面 或者政府的政策上面 都支持物聯網的發展 包括十二五 裡面都有提到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不同的省市 其實都會相應在這個部分 就要做一些功夫了 所以就會有比較龐大的一些資金 就流向這些我們叫做相關的項目裡面 所以就比較蓬勃 但是當然 實際上的應用來講 始終都要看回真正的那個成效 是高零低的 待會跟你分享一下一些應用的範圍 除了中國之外 其實歐美也有很多的研究 放了在物聯網上面 包括了美國的自衛地球概念 另外歐盟本身也做了很多相關的 例如Bridge 這些都可以在網上查到 其實很多的了 不過問題就是 究竟物聯網是甚麼 聽完我說了一大堆東西 好像也不太清楚物聯網是甚麼 大家想到物聯網跟甚麼有關 物件是嗎 接著呢 貨物 還有甚麼 網絡當然是 其實是物件跟網絡的關係 在物聯網的定義來說 其實顧名思義 將物件跟互聯網結合在一起 當然怎樣結合呢 有很多種的結合模式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將一些 我們叫做收集數據的方法 其實都定為一個 我叫做物聯網的聯繫方式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是甚麼 調碼 Alpha的技術 原本是物聯網的基礎 另外還有一些感應器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M2M Machine to Machine 的一些我們叫做做法 跟這些智能裝置有關 包括了我們的手機 剛才提到的很多家具用品 智能電器那些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叫做收集的工具 另外因為我們本來收集了這麼多數據 我們其實要透過一些網絡形式去交換 以及提取相關資料 所以有網絡上面的情況 我們可以將它定位 成為一個 就是以前的 我們叫做上一代的 或者是互聯網技術 主要是針對 人跟人之間 本身溝通的一些方式 即是 聯網就加了物件在裡面 就不單是人跟人溝通 可以物件跟物件溝通 大家會問 那為甚麼物件跟物件溝通 這就牽涉剛才我提到M2M 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那部分 我會有些例子給大家 作為一個想法 我們一般來說 你們會在不同的地方 都找到一些 我們叫做 一些Layer Model 這個我覺得是最簡單的 有分三層 最低的層就是 一些叫做感知層 Sensor Layer 這個Layer 剛才我提到的 就會有些Sensor 當然是有些調碼 AlphaD 怎樣去接收這些數據 就是把物理世界上的東西 跟網絡世界連接在一起 所以第二層就是 我們叫做網絡層 一般是電信公司 網絡商 剛才提到的 ISP那些情況 最高的層就是應用層 應用層本身 其實就是最複雜的 而且很多時候 那件事成功和失敗 都會看應用層怎樣使用 裡面你會看到很多圖片 其實可以應用在很闊的範圍裡面 剛才我提到 就是很多 有物件 我就說得出 跟物聯網的關係 在應用上 其實你現在看到周圍的很多東西 其實你也看到周圍很多物件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想得出 整個房間裡面 有多少東西可以跟物聯網有關 非常之多 所以剛才也提到 因為如果我們要跟物聯網 就是這個概念掛勾的物件的話 我們其實都需要什麼 IP address 你有沒有足夠的IP address 給大家去用 而這個應用 我可以這樣看回 剛才提到有smart lighting 就是每一盞燈 控制光暗的情況 除了說燈之外 可能座位也有sensor 可以知道有沒有人坐下 究竟有人坐在這裏 這些都可以做一些report 其實很多不同的應用 看你的想像是否出來 我們也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在我們很多時候的應用來講 我們其實做一些 我們叫做最基礎的 一般其實都正在應用中 也有些可以很龐大 牽涉到整個城市設計的範圍 也有 所以你會見到 後面的例子是不同類型的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其實 在整個概念來講 其實剛才有提到海洋和島 我們也用回類似的概念 其實現在其實以前的物聯網 不是物聯網 以前的互聯網 其實所有的connection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需要人去輸入的一些方法 所以剛才提到人本身 是一個主要的 我們叫做 去將這個訊息可以輸入系統裏面 所以本身在網絡的世界來講 怎樣跟這個物理世界去連接呢 其實是靠人 其實就是一個島 而物聯網的世界 其實要將這個島 和這個我們叫做物件 聯繫在一起 就不需要直接經過人去做 就可以透過物件之間 和系統之間的聯繫 所以在很多本身 其實這件事 我們剛才提到很多無線的技術 或者剛才跟αD的技術 我們叫做設備 所以我們本身去做的概念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做這件事有什麼目的呢 第一件事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叫做狀態上的報告 就是剛才我提到 當時鄧耀文坐 簡單開了還是關掉 另外還有一些故障的診斷 即是說如果我發現這部機器有些問題 它會自動報告 它會自動診斷完之後 報告給我聽就最好了 那就不用我客客為人看 另外一些升級的服務 就是upgrade這些方面的東西 自動化方面 另外跟蹤 這個也是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那邊 如果GS1的世界裡 其實追蹤是很重要的 我們是在做物流上的追蹤部分 另外還有一些補貨商業上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些定位在物流方面 其實有很多 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一些環保智能的方法 其實很多人提到 物聯網都會提到 SmartGrip的一些概念 就是智能電網的情況 因為其中牽涉到 我們將物聯網分成幾個階層 或者幾個不同的範圍 其中一個很大的 就是跟Smart City有關 就是智能城市 可能大家都聽過Smart City City有很多東西 包括了什麼 路燈 交通燈 你的設備 很多不同的設施 甚至咪錶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設備 全部可以是智能化 另外當你智能化之後 其實你有很多方面的控制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是用電的 你控制到電的 一些我們叫監察電的 我們叫使用情況 管理電本身的傳送的 所以從而可以透過管理手段 或者收集數據之後 就可以令到你更加知道 哪裏用得多 哪裏用得多 哪裏用得少 怎樣可以智能 這些其實可以透過現在 現有技術已經做到的 只是問題當你應用的時候 怎樣應用 智能家居 剛才有提過 那我就不特別提 但是智能家居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 現在正在發展 就是因為 為何需要這麼智能 不是所有電器都需要智能 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 所以有些事情做得快 比如剛才提到的 有些智能裝置 有些智能裝置 最近電視廣告也有說 怎樣可以遙控 可以印東西 另外還有冷氣機 是吧 除了冷氣機 燈 還有甚麼 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剛才提到的雪櫃 但雪櫃怎樣智能 省電 可以調校某些模式 其實可以根據裡面 溫度調校 一些自動模式去做 另外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 家裏用的一些控制器 例如現在其實有很多遙控器 其實以後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你們自己本身的電話 去做一些溝通 這些很多很多的例子 亦都做了不少的事情 亦都是現有的 不是要很將來的事情 只要問是你做不做 是不是願意付錢去做這件事 另外是有關製造上的事情 因為現在亦都開始 剛才說過 有些人我們叫做 自動可以做一些 我們叫做 自己可以報告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有些設備 本身都有這個能力 就說 當它用了多久 譬如用了 可能它可以用一萬小時 但現在已經用了 可能已經是 差不多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小時 可能還有一些 還有一個小時 就已經用完了 可以提醒 不是等於它會壞 但可能要做一些維修 你可以定一些時間去做 另外還可以做一些生產化 自動的生產管理方面的東西 所以現在本身 當然不是所有的生產設備 都有這些能力 但現在有些新型的設備 都已經有了 問題就是 如何將這些數據 可以處理得到 你應不應用 其實你能夠處理到 這些數據 已經達到剛才的應用程度 那一層 因為現在其實 下面已經有一些 就是智能工具 已經收集了數據 你已經有網絡的技術 幫它傳送 另外就是你需要 一個應用程度 如何分析去處理 另外還有生產管理方面 就是如果剛才提到的設備之外 還有就是 究竟我的產品去了哪裏 做到去哪個階段 那這個就跟αD 和這些設備本身都有關 哪個批號 在生產線的時候 我究竟做了些甚麼下去 或者是做了多少件 現在我送出來的時候 是否正確 這些都是在文聯網上的一些應用 那這個就 只要用αD技術 傳感器技術都做到 另外還有一些冷鏈管理 溫度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sensor的情況 也都是現有的了 現在現時已經做到 有些sensor的一些方法 就可以控制一些 譬如最冷凍的食物 或者是藥品 這些都會有 我們都做過一些不同的項目 是跟這些有關 不過去同走這些 都可以透過無線的方法 去收集數據之後 透過很多方法分享 好像這個圖 就可以由源頭 一路將那些貨品的數據 一路收集 最終傳送和中間有什麼問題 是出現過事故的時候 全部可以錄下 最終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可以看回 所以你會看到 最後一個人拿著電話 或者一個手機 可以看回所有相關的數據 當然 不一定是產品可以 其他不同的一些 我們叫做 object 即是一些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將來本身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device 就是手機 就會變成一個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控制的儀器 可以和這個物聯網世界 可以合在一起 也都現時也有很多的手機 都會見到 有些apps可以下載給你 讀調碼 然後拿到數據 其實將來當然不一定是調碼 調碼也有很多種 有些linear的 普通的調碼 在產品上有些二維調碼 也都將來可以用NSC技術 alphaD技術 讀到之後 再拿相關的資料 正來做甚麼呢 第一 除了拿一些普通資料來看之外 還可以拿到甚麼 知道它有沒有機會是假的 就是做一些防禦的方法 還有做一些追蹤的情況 譬如好像 他好像這支紅酒 究竟是否在一個合理 或者一個理想的狀態裡處理過 中間有沒有出現甚麼事故 何時檢查過 所有東西都會知道 當然這是其中的例子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透過這些技術 最後可以讓消費者或者大家去用 所以你看到剛才有不同的例子 但這些例子也好 其實你會發覺 物聯網在一個這麼龐大的應用的情況下 由Mark City 去到工廠 去到家裡 去到個人 去到個人的情況都會需要 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都需要龐大的一些IP address 來識別的物件 或者比如說家電 當然有電的產品 比如生產設備 交通設備 甚至無提款機 這方面的東西 亦都需要支持大量 我們叫做流量的 以及高效率的一些網絡 因為這麼大 這麼多數據流動的話 你其實需要一個 很高的 我們叫做網絡支援 另外安全性和網絡管理上的更加需要 這也是IPv6帶來的好處 剛才提到 IPv4和IPv6本身的地址多了很多 另外IPv6本身的過程 因為它的過程比較小 變成傳送的速度會比較快 特別特別 尤其是在影片 或者一些高頻率的資料 就特別好些 另外安全性方面 它已經有在裡面了 亦都可以做一些特別的控制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 政治管理方面的事情 可以定一些的做法 當然還可以有 支持我們叫做自動配置的情況 就是自動配置方面的事情 亦都對於這些智能裝置 是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另外還有其他不同的 QoS的部分 令到你整個服務方面 在輸送的時候 做得更加好 這些都是 就是 密聯網的狀態底下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 就是網絡的一些做法 所以IPv6正好是 這種符合這種情況 亦都令到這種情況 可以令到密聯網發展 可以再快些 亦都相負相成了 那密聯網出現得快些的時候 IPv6的需要更大 亦都會互相推動 這兩者是一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好了 今天我講到這裡了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先生 好了 以下會是一個討論的環節 我們會有請剛才幾位的講者 李先生 先生 阿生 楊華生先生 至於主持人就是我們 莫乃光先生的創會主席 有些東西想提醒大家 稍後再交給你了 就是 其實在這個項目裡面 就有一些IPv6 進行的項目 有一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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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些就是我們的項目 去推廣IPv6的項目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裡面也有一張 Feedback Form的 那希望大家 譬如完了之後 可以加回給我們 加回到外面的Registration Counter 那現在有請莫先生 和這麼多位講者 謝謝 好 謝謝幾位 不如上來 上來坐坐 好 那剛才聽了幾位講 那其實就是有一個overview 嘗嘗嘗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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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那個先收起來 那三位 剛才呢 跟著Benjamin 就給了個 真是我想比較 比較技術一些 那可能有部分朋友 就未必跟得了 那 跟著 阿孫先生 講一講 可能在應用那方面 那當然 我想很多朋友聽完之後 那我代表他們問一條問題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你會覺得對中小企來說 這個IPV6 這一件事 對他們 你會看影響最大 或者他們要知道的是什麼 因為其實 剛才大家都提到 未必一定就是說 馬上就是要轉過去 還是明天早上睡醒 就是轉過去還是怎樣 但是最重要的 你覺得他們 如果要知道的 或者現在要 有沒有一些東西要準備的 那一樣是什麼呢 讓我先說 讓我先說 是你看過來的 阿孫 其餘外兩個聰明一點 另外兩位聰明一點 那我先說 中小企 跟IPV6的關係 其實是 我想 如果現在 今時今日 作為中小企 要準備好 起碼你知道 IPV6是什麼 突然間有一天 不同類型的服務供應商 告訴你 我只能給你 IPV6的時候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 就是有些準備功夫 你可以去考慮一下做 譬如說 可能開始 現在找的服務 或者留意一下 到底IPV6 有沒有很特殊的應用 會出現 又或者 我自己現在的平台上面 到底 有幾個IPV6 ready 譬如我的機器 電腦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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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拼一下 甚至IPV6等等 也好 有幾個準備好 這個你可以做一些 自己的 自己的自身檢查 或者可以慢慢做 起碼 趁現在有時間 總比突然間有一天 你可能要轉服務供應商 轉了一間 告訴你 我是很有限選擇給你的 只有IPV6的時候 到時候 可能你要連帶 要處理 或者要做的功夫 會更加多 趁現在有時間 又沒有太大 直接壓力的時候 不如自己做一下 自身檢查也好 或者是找一些 討論員幫你 看看現在你們的 IPV的 是去到哪裡 李先生 孫先生 有沒有補充 有些雜音 我會這樣看 我會這樣看 因為 剛才也提到 其實很多產品 現在 可能網絡的產品 都已經是IPV6 ready 我覺得當你去選購的時候 當然有得選擇 當然有得選 當然是選 IPV6 ready 如果我現在買也是 我會看 因為其實 IPV6 除了網址多了之外 我會看到 其他的服務 其實是比較好的 包括剛才提到 如果是 我在裡面提到 影片方面的 如果你是 你公司是有需要 這些方面的情況 可能IPV6 本身那個 我們叫做 需要性 是會迫切一點的 如果你做一些 比較普通的 可能迫切性沒有那麼高 但如果影片 那方面的 可能IPV6 會幫助大一點 另外還有一些 就是你需要 一些管理方面 做得好一點 因為 IPV6 有多些不同的 當然我又不是 IPV6的專家 因為有專家在 但我也覺得 在很多方面 可能如果你對於 在管理上 或者一些 除了說你現在 準備這些工程之外 還要看看自己本身 公司方面 有沒有那些 以前做得不好的 你想改善的時候 是否IPV6幫到手 我覺得這是一個 正確的時間去提一提 我想補充多一句 就是究竟 很多公司都是看 V6對於你們 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 剛才說過 第一個 我覺得需要做 就是網站方面 因為你怎麼可以 用一個最 cost effective的方法 就可以把你公司的產品 推廣全世界 其實我覺得 一個網站 挺重要的 如果你的公司 再經過網站 做生意的話 所以 可能你公司 已經在V4 做了一個網站 如果同一時間 V6可能就會 再增加 你公司的 coverage 還有 對於這個形象 或者是 不同的客戶類型 都可以 coverage 我覺得 我覺得 中小企來講 第一個考慮 就是 可能會考慮 網站方面 如何能夠 好 有個直接一點的問題 剛才幾位都提過 那些 ISP 互聯網公認商 電訊商 他們那個支援的情況 或者又怎樣 剛才阿生好像都提過 或者未必全部都現在 是提供這個服務的 那 你有沒有資料告訴大家 其實那個情況 現在 會大概是怎樣 有沒有人會 提供服務 之類的 或者那個情況是怎樣 有哪些會提供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真是想找個 找自己的間 ISP 問一下 可不可以升級 這樣 行不行的呢 我們見譬如 譬如 以ISP來說 我見大部份 就是那個 V6 readiness 它全部都是做了 Panning 那一邊 但是它真的 在提供V6 Service 所以它大部份 都是 暫時停留在 Business的專線 就是V6專線 那方面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就是家居寬頻那一邊 暫時都見到很多 都是在看 但是都是沒有 V6 Service 我想他們都是 聽很多 Service provider說 都是雞不雞蛋的問題 因為始終 他們的V4 在香港 不少你看到 香港其實都 大部份 Service provider 都拿了很大堆的V4 其實他們 他們 用Service層面角度 他們就 未必是有一個 Urgency 是要推一個V6 Service 根本上 就是他們沒有V6 不夠用的地址壓力 在那裡 所以我看他們 V6 反而會考慮 就是當他們將來 會 升級他們的電訊設備 的時候 他們才確認 他們的設備 是V6 ready 但是他們通常都會 針對到 Business那邊 才去回家居那邊 好 但是商業專線 就是可能中小企 都遇到 真的有需要 都可能可以做到 今天 有些供應商 大家可以回去 自己問一下自己的間 可以不可以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哪位有些問題 想問 前面這位先生 是 我想問現在市場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工具 譬如我用電腦 做一個IP4和IP6的通路 或者是網路的測試 例如Linux那些 那些有沒有在市場 或者是軟件 或者聽一下你想說 那個測試的層面 是去到哪裏 你想知道自己 現在在 connect了上網路之後 到底我自己的 V6 readiness有多高呢 其實 某些網站都有的 你去回我們自己 啟動IPV6的網站 在左手邊 有一些true box 有一些link 那個link 可以幫你看看 到底現在 你是不是在上 IPV6的網路 或者 甚至乎做了一個測試 就是說 你的服務提供 他給你的DNS軟件 是不是一個IPV6地址 去到的一個 一個DNS軟件 這樣 這些就可以測試到 到底你現在的 connectivity 至於你說 其他那些OS 等等那些東西 譬如你看OS 差不多廠家告訴你 他有IPV6 ready 或者IPV6已經在那些 其實 剛才我提到的 那些已經是事實 所以那些 你沒有什麼特別 需要找一個圖 去試那些東西 是否真的有這個 反而 倒不如就是說 你可以 試一下 IPV的connectivity 的味道是怎樣 就是 試一下 可以有些不同的option 好像Benjamin提過 現在香港 ISP 未必有馬上給你 一個IPV的 但你還有很多 tunnel method tunnel之後 其實你也是 在IPV的 宇宙出現的了 那時候 你就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 但剛才Benjamin也提過 其實很多 你手上一般用的 電腦 用Windows iOS 甚至Linux Linux 不知哪個版本 但是會不會 其實 都應該 其實你 如果 可以 都可以做到 這件事 是不是 都可以 裝到這個tunneling 甚至乎 如果你的供應商 給了一條 上網的IPV6 的connection 你都可以做到 新的版本 差不多已經可以了 說到新的版本 是幾年前開始有的 已經可以 大家可以想想 Windows Vista 什麼時候開始有 你當那年是那年時間 從那裡開始介 其實那年 客人的設備 差不多出門 已經準備好了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後面這位先生 我想問一下 剛才說到 將來的智能駕駛 或者智能時期 每一個N terminal 都會有IP address 甚至是燈膽 那些 我想問 這些N terminal 或者N equipment 它的IP address 就像我們今天 買了一張Linux 其實已經可以 跟那個MAC address 你不用再問 ISP拿 還是說 因為如果 你將來 每個燈膽都有IP address 你又要問 ISP拿 那你怎麼拿 第二 這些IP address 是不是固定 即是說 我今天用A的ISP 它有IP address 我明天換了B 那那個IP address 又怎麼搞 這個很好的問題 第一 我們要不需要為燈膽 去幫他拿IP地址 第三 我又想到 如果你說將來 說到是這樣 那我們那個 又會不會有些 privacy issue OK 因為你今天 你的NAT了 其實就隔了一層 將來 我們真的無處不阻 都被人監視 好好的問題 阿生先回答 我先試一下回答 或者其他 我可以補充 第一就是 AIP V6 address 的assignment方法 其實就 如果你有記得 就是 你如果有出一天 當 你問服務官警商 他給你 他給你一個斜64 即是說 你已經可以 很多個再assign 由於這個斜64 是一個網絡 去到你的家居 它就基於你的網絡 就assign每一隻 device 它的IP address 所以 其實你問了 ISP拿了斜64 就已經做了 拿IP address 那個功能 那需要不需要 去到down to 每一個電燈蛋都拿 就不用的 因為你已經拿了 整個網絡回來 到時整個網絡都是屬於你的 那你在網絡後面 有多少 device 你就數 你有沒有移 64次方那麼多 device 有的話都不要緊 都assign到IP 那IP現在的generation方法 就是基於出廠 它就是man address 來將IPv6 address 所以其實 只要你拿到 網絡回來之後 駁到IPv6的網絡 其實每一個 device 都會 只要它是IPv6 capability 的話 它自己都會assign到 即自我assign到 IPv6地址下去了 第三 剛剛有pyfixy issue 就 嗯 坦白說 現在給你一個man address 你一個man address 被人知道也好 都可能有一個pyfixy concern 但IPv6也有一個standard 都是可以jain一些 叫做pyfixy address的方法 即是傳統 jain IPv6的地址 可能都以你一個man address 別人一眼就可以 decode到那個man address是什麼 但其實現在也有一個standard which is microsoft by default 都 implemented 那個叫做pyfixy mode 那你用這個pyfixy mode的話 其實 你都有一個IPv6地址 不會撞的 但是呢 人家都不知道 你那個man address是什麼 那我用ISP 換ISP其實呢 Soft of 你是轉了一個network 是不是 解釋像現在這樣 今時你換ISP 你轉了一個network之後 由於IPv6 你的燈膽 通常都是用 autoconfig的方法做的 你換了ISP 可能關掉燈燈再開過 那就已經有一個新的 人在世上了 KK 補充 我又補充一下 因為我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 那變成了 我們有另外一個宇宙 叫做EPC 我先說一點 因為其實在 剛才說的IPv6會轉的 但其實將來每件物件 其實如果你在買到的 其實大家都有包括 剛才我不是提到 我們本身 Auto ID Center 當時做的研究是R5D 它當時就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EPC 配合在產品上 那個是不變的 那個是每一隻 都是獨一無二的號碼 那它有什麼用呢 其實我們幻想一下 將來智能家居的情況下 其實IPv6可能會 剛才會變 因為每個家居的設定 會自動自動會自動 會自動放棄 但是當它本身知道 這個燈膽有個號碼 舉個例子 如果生產商發現 這些燈膽有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一些 network的情況 可以知道你家裡 正在用燈膽 會通知你 現在你要自己慢慢 不知道在哪裏檢查 遲些告訴你 你家裡哪幾隻燈膽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拿出來 維修 也不是只在家裡可以 在城市管理 或者工廠 很多不同的 Smart Building 都可以用到這些方法 有什麼回收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些途徑 可以做到 將來那方面程度會很大 亦都避免很多有危險的問題出現 我再補充一下 可能你問V4地址轉ISP的問題 或者IP地址轉ISP的問題 其實可能這個問題 通常V4會出現 但V6當時 因為它們加入一個新的技術 其實都考慮了這件事 所以你看回 原來是V6地址 其實現在有兩種 不過不知道APLIC是做了沒有 原來是V6地址 現在是一種叫做 Provider Assign 另一種叫做Provider Independent 就是PEI和PA 原來是Provider Assign 通常就要接回ISP 原來是Provider Independent 如果有人 V6的概念 就是用Provider Independent 的V6地址的話 你就應該轉任何ISP 那些地址是拋敗你的 不是拋敗ISP 所以用Pi的地址 就會更加方便 你去轉不同的ISP 好 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些問題 這位 謝謝 你們好 我想請教你 如果大時有很多機器 接駁去IPv6 那些機器 都在使用Wi-Fi上網 那麼Bandwidth 都是用2.4Mhz 或者5Mhz 變成有問題 如果機器上網 變成家居 或者公司 Bandwidth 也要大一點 還有2.4Mhz 上網 現在 我聽說無線Wi-Fi 有些無線Wi-Fi 有些2.4Mhz 有些5Mhz 那是否要更換Wi-Fi Wi-Fi 都是V4和V6 這就是個好處 因為科技的進步 第二 你剛才問2.4Mhz 以及Wi-Fi 5Mhz 通常現在你買 我們看到很多 無論是商用 或者是 home use 其實大部分的網打 都有2.4Mhz 以及5Mhz 甚至是新一些 可以做到Duel Band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 都很普遍的 寄送方法 因為2.4Mhz 因為主要是很多 寄送的寄送 就是第一天走2.4Mhz 可能在2.4Mhz 或者在你家裡 穿個home網打 那時候 你數一數2.4Mhz 其實暫時我們看到 5Mhz的頻率 就是 相對是要新一點的 end point 或者新一點的手機 或者新一點的 Tablet 才有5Mhz 所以 如果你說真的 那個capacity來講 因為5Mhz 抱歉 因為11Mhz的capacity 其實就 相對是 2.4Mhz 即是 Bandwave的capacity 都大了很多 通常我們看到 這些企業 是真的想有 一些 high density的Wi-Fi deployment 都會用11Mhz 或者5Mhz 那邊的spectrum 去做 不知道這樣 但是用這個 這個就 這個就 很依靠 因為很依靠 因為舊的client 可能就是 6Mhz 2.4Mhz 新小的client 其實 有些cap 可以叫client 轉他 由2.4Mhz 即是他支援 可以叫他由2.4Mhz 或者 即是 會不會 其實這個問題 未必是關於IPv6的 即是關於很多很多的 器材 即是 燈膽 都在飛來飛去的 那些 訊號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過這個真的 不關於IPv6的 這個關於frequency 有沒有interference 那5Mhz 相對來說 互相干擾 是比2.4Mhz 好一點的 所以有5Mhz 那另外 剛才你問過 就是 就是 器材 上網也好 即是它的功能 看它本身做什麼 因為我們看燈膽 那些 不會有人在燈膽 那些東西下去 即是它不會擁有很多 的 還有就是 其實有存在的技術 如果真的有interference 的話 如果燈膽很輕的 都會拉到線 那拉到線 那些其實未必需要 可以用Wi-Fi 可以用PoE 都可以的 那些都不會構成 我要使用Wi-Fi 用電線都可以 電線都可以 電線都可以 用PoE 或者PowerNet 其實都可以的 反而都未必需要 關心這個地方 反而是 反過來 如果燈膽 都要做Wi-Fi 的話 燈膽就很貴 或者 貴過 十幾二十塊 我又說一下 因為我今早 剛剛見到一個專家 就是講智能家居 那他就講 其實很大本 但是家裡的東西 其實 不是那麼多 需要Wi-Fi 其實用PowerNet 的交易比較多 哦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 就是Wi-Fi的交易 會有些反難的情況 我也同意 其實Wi-Fi 是要那件東西動 我才用Wi-Fi 就是我拿著一台 我會走來走去 我會走來走去 我電話走來走去 我才會做Wi-Fi 燈膽不會無故 走來走去 天花板 所以那個真的不用Wi-Fi 是 我們不會研究 生不生癌症這個問題 今天 今天的討論之中 沒有醫生在 好 好 下一位 有沒有其他朋友有些問題 這位 前面 Mike 各位 你好 我反而對物聯網 比較有興趣 IPv6 很明顯 IP address已經很足夠 當然在物聯網 可能已經出現了 有沒有一些粗略的 Role Map 因為它是 溫總已經列了五大戰爭生產 一個產業 有沒有一些大約的Role Map 已經出現了 第二件事 你覺得在香港 推行這個物聯網 就你的經驗所得 你覺得最大的阻力在哪裏 以及你們 下那個層面 你們是一個供應商的層面 還是一個零售商的層面 因為你要將一些系統互通 等到信息去互存 這都是三個問題 非常複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Role Map是有的 有不同的 我們機構都做了一些研究 在物聯網本身的Role Map 當然它有階段性的 可能開頭階段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 Role Map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在說 互聯網可以去到 天空很高很高 幾萬呎高空的東西 碰到還未碰到 有些其實正在落地 剛才我提到 基本的Role Map 甚至有些Coaching 本身 Sender那些已經在做 剛才我的例子已經有 有些真的十萬呎高空 那些真的有排行 可能智能城市 整個城市也是 那些要長遠一些 但都開始在做 還有會有幾個發展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 本身那些Sensor 即技術越來越好 還有可以做到越來越小 價錢越來越便宜 因為現在其實都相對來說 你要將那個Divine 變成智能 都不是很便宜的事 也有些成本上 以及體積都比較大 所以其實這個是有些Role Map 其實我之前有幅圖 但我這次沒有帶過來 它有些東西 其實你想知道 我可以給你看看 它有些看法 另外剛才提到 當然中國本身 中國本身有自己本身一套的看法 因為它物聯網涵蓋了所有東西 因為它有很多產業 因為它其實當作產業的發展 所以它裏面其實有一些地方 比如舉個例子 就是巫石 可能是中國的物聯網中心 還有巫石之外 還有廣東也有 其實有幾個大的地方 它已經有些物聯網的中心 但是主要它在做些甚麼呢 是科研上面的東西比較多 如果你說落實的項目 都也是一些 比如因為剛才我說 有幾個階段 一個階段可能是 不是階段 是幾個範圍 一個範圍就是和城市設計有關 很多現在和物聯網有關的東西 都是和City Planning 就是和Smart City有關 就會發生在二、三線城市 有些城市已經在做 但是如果你已經發展得很好的 一線城市其實很難做 因為這些東西你要付換才行 有些二、三線城市 本身已經開始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應該越來越多東西 看得到 當然了 就是微觀一點 去到剛才提到 可能家居上的東西 已經開始出現 不過問題 大家的對物聯網 感覺不太強 為甚麼 因為都是操作自己 跟外面的關係不太強 去到真的 你會覺得比較強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其實都在做 因為大家 剛才也聽過我們說 我們有些產品資料庫的東西 將來你會拿手機 對著任何產品 独独都可以拿到相關數據 這其實是當初 密聯網幾個基本的功能 這些其實慢慢很快可以體現到 香港亦都有一些這樣的做法 當然了 還有很多方面的應用 其實都剛才說到 甚麼都基本上 都可以和密聯網 比如說椅子 桌子 剛才都可以說到 比如我說桌子 在問題上 我可以立即做回收 這些是生產上的過程 其實本身已經做到 只是問題是 你怎樣通知客戶呢 如果你有密聯網的方法 即我桌子 其實已經和你 可能很多東西 有聯繫的時候 可以透過你本身的路線 即家裡的路線 就可以出街 或者書本身有 我就知道 或者有些地方 可以做一些記錄 也做到 其實很多都是現時 其實剛才問哪些人會去做 其實大家都在做 問題是 你是不是集成在一起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東西 是已經有的 只是你沒有集成在一起 我舉個例子 如果車本身已經有電子車牌 基本上 你就不需要甚麼道路收費的方法 你就用車牌來收費 你去停車場 就進去停車場就可以了 只不過 有很多現有的城市 已經是不同的系統 已經有了 你怎樣整合 所以現有的大城市 一線城市 或者比較大的城市 很難做 因為已經在資源分配上 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要改變這個機制 或者改變本身的 我們叫生態模式 是很難的 新的城市 就有機會 一開始就會做電子車牌 那很多道路管理上 就容易解決 還有很多這些例子 其實大家都在做 只是問題 你要平衡剛才說生態環境 究竟供應商 你的行業模式是怎樣 第二就是說 其實你怎樣認分現有技術 很多技術是現有的 不一定是天空那麼高 但有些是天空很高 所以就看看你應用的情況 去到哪 接下來 好 看看還有沒有多 一至兩條問題 有沒有朋友 有些問題想問的 大家都很清楚 有了 這位朋友 拿個麥克風給你 我想問一下現在的家居 申請問是賣一個家居的整是 如說是要放置 grind 是PV6的 有時候這首點onner採用的是銀色 現在是金色 會否搞得到金色耐誕 我們現在應該採取得很安全 還是可能將來沒緊反 becomes called眼色 因為現在我們準備了 已經準備了它就要買 去買 在 niños中有小型演繹 請 spectrum IP5 ready 或者既獲者項目 我知道它會分三個項目 即是項目1就不行 項目2就金色 但項目3就未正式開始 還有項目3 所以不知道它會是… 所以現在可能買金色多了 沒有甚麼特別的… 因為金色也是一堆 剛才所說的 金色已經有450個測試 它已經確保了 當然的標準一定會一直改變 要確保一下金色的層面 它已經有最低限的標準 因為… 另外我也有印象 RGB V6 如果在ISP層面 它好像有幾種方法而言 不知道有沒有錯 這樣的時候 譬如某一隻包打 譬如它當成金色 是否已經代表了其他ISP 它們用任何一種Element的方法 都可以做 還是說它們其實是… 其實是拿一種方法的Element 即是一金色就可以了 或者我解釋一下 IPv6 Forum 它設定IPv6 Ready 標準的方向性 第一代是銀色 銀色就是… 你基本上IPv6 RT standard 音頻銀了下去 OK 銀色 後來… 但是其實在IPv6上面 都加了這個application上去 舉例 DHCPv6就是了 DHCPv6後來才加上去的 所以如果有金色的Logo 即是說它支援DHCPv6 當然了 其實Face-through 不僅是DHCPv6的 還有其他東西加起來的 而現在說的Face-through 就是因為現在 也有很多人 在加上不同的東西 在IPv6上面 作為標準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法就是 我想你如果要搏上ISP的話 可能你基本上 或者你買金色 金色很Lightly 都應該搏到 如果ISP說是支援IPv6給你 因為那個機身 基本上可能銀色已經可以了 它已經有IPv6 Connectivity 但問題是 原來ISP要DHCPv6 那你就要金色 就是這個意思 接下來不知道 叫什麼顏色那一隻 其實就是在加上新的測試 上去 但是那些可能 現在也是在談論 標準的 規格 才可以做成測試 才可以再加上去 我想將來 現在但是Face-through 我們知道 可能Face-four、Face-five 都不出機 在看IPv6 那個平台上面 的轉變是怎樣 但是 剛才那位先生說到 會不會有 一些ISP 他們自己 提供IPv6 有不同的方法 有沒有影響 大家有沒有聽過 知道有什麼 所謂不同的方法 去提供 自己的 供應商那邊 那個IPv6 的 功能 應該都沒有什麼影響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那譬如舉例 可能有一間 cable provider 我要給你IPv6 他的 cable modem 已經IPv6 ready 了 其實他已經給了你 那你作為用家的話 其實就是看你 那部機的OS 能否支援IPv6 和 cable modem 溝通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是這樣 那當然 他背後 一到ISP後面 他可能做了很多 令到你可以去到 V6的世界 有幾套不同的方法 可以在後面做的 不過我已經是 ISP自己的背後 做的 已經是 那照到你這個標準 都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不用你 什麼都要做 檢查去搏 就是你IPv4 可能你的供應商 都是有十種不同的方法 不知道他在後面 用哪一間牌子的機器 等等去做 其實我們都 買過路線 回來IPv4的世界 其實我們都 那裡都是這樣搏的 應該都是這樣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說IPv4 其實剛才說 六、九年到現在 一直都有很多代 我想你拿回七幾年 那部路線來的話 那你現在可能 很多東西不可行 其實那個概念 都是一樣的 是嗎 不過現在說 接下來的幾年 應該都沒問題吧 不過這些機器 可能你都不要打算 用幾十年 現在家居那些 很大機會 有些人 他不會 有很大部分人 可能不想你 提供IPv6 他都未必會轉去 那個路線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 一定不行 假設我用五年前的路線 根本完全沒有 IPv6支援 而ISP今時 就給了一個 IPv6地址我 我打開路線 都沒有地方 進入IPv6 那堆東西 其實道理是這樣 但如果現在 你買了 已經是IPv6 準備好 金色標誌 即是Face 2 其實 起碼你已經可以 做到今時今日的 configuration 他可以給你 是 另外一生 你說 你都是用 你是不是家居 用上Facebook 是的 那你的路線是 我用Apple Air Port 買你的安全 我用Apple Air Port 也是 但我建造Tunnel出去 我也用Hurrican 2H的Tunnel 是金色還是銀色 其實Apple那個 好像沒有取得 沒有取得 沒有取得 我想說 沒有取得不是代表 沒有取得 只不過取得了 我可以肯定它 一定是有效的 其實很多 市面上 譬如 D-Link 我所說D-Link Cisco 是有取得的 有取得肯定有效的 沒有取得 其實很多都有 但是 可能有些缺陷 不知道 不過我正在用Apple Air Port 其實 你知道Apple 白色一塊東西 不喜歡放些銀色、金色 進去 好 有沒有 多一條 有沒有朋友 最後一條問題 有沒有 如果沒有 看看我們三位嘉賓 有沒有總結的 說話 想提一提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是 我想都是 IPV6 最終小企 大家有個 認識 還有在其他業務 無論是政府 電訊商 或者是 教育界 其實已經運行了一段時間 我想相信 就是 已經是一個 中小企 開始考慮你們 V6的 部署 還有將來 接下來你們應該怎麼應對 好 我再說一下 大家都是 跟Benjamin說的 都是差不多概念 留意著 IPV6 新聞的發展 如果大家懂得用Google的話 Google 都有一個新聞費的服務 你進了 IPV6 這個鍵盤 每天他會傳一條 電郵給你 告訴你 有什麼網絡連結 今天有新的IPV6 這個你可以直接看看 他都是一天 傳你一個電郵 那我當然呼籲 密聯網 因為密聯網本身 其實是發展間的技術 剛才看到 其實已經開始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數據 或者是資料 隨時去我們的網站去看 還有很多 我想密聯網 希望你聽完我這次說 起碼對密聯網 有些少許的明白 因為其實香港來講 密聯網的宣傳相對 是比較低的 如果跟其他地方來講 好 我們或者多謝 我們三位講者 今天很清楚的介紹 謝謝 阿興 我們一會兒 現在很重要的環節 我們多謝各位講者 不如我們拍一張照片 好 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更加重要的環節 對 更加重要的環節 多謝各位講者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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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謝謝 謝謝